電影世界很容易 作惡的事情會在晚上發生 這些惡事會發生在我們身邊 尤其是在風和日麗的日頭上 經歷這些傷害 他們的痛苦是怎樣 究竟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照顧者情緒很暴躁的時候 就會把情緒發洩在人們身上 有很多很多這些事件不停發生 五、六年前我看到一個得獎新聞報道 我自己很被那個新聞觸動 我就不想拍攝 只是單純這些事件 就開始做研究 終於找到那個新聞報道背後的 一班偵查組的新聞記者 從透過了解香港的院舍問題當中 也了解到新聞工作者的一些掙扎和矛盾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角度 然後就開始試一下去寫這個故事 你出去什麼都不是 我不會壞你 因為你不會明白 殘疾人是多麼孤獨 是不是真的現今的社會 製造出來的一個畸形的人格 一個人的性格的扭曲 不是他犯罪的原因 他不可以是一個原因 他活在這個院舍裡面 他可能是當自己是皇帝 當自己是神 就會令到他扭曲 你既然不喜歡自己以前的經歷 為什麼你要附加在別人身上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我也沒有出聲 有很多人 可能是記者 可能是社工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他可能睡醒 看到日頭出來 他可能抹一抹眼淚 抹一抹汗 繼續去做一些 不是很大的事 可能是很小的事 但是他仍然想做到改變 可能戲裡面呈現世界的絕望 但是如果你留意到的話 其實裡面依然有希望 我覺得希望是個態度 是否要有問題 為這些手 發展到一段時間 以為我們會提捕 發展到我們 把數目影響 感谢观看